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国新闻社星期二1月15日报道说 中国要求国企避免前往美国及其盟国从事商务旅行 如果必须的话 务必要采取额外措施 保护好他们的电脑设施 据美国之音中文网报道 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最近几个星期对其管辖下的一些国企说 如果必须要外出旅行的话 只能携带公司配备的安全的笔记本电脑 中国国资委要求所涉及的国家包括情报共享协议五眼联盟 他们是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报道引述两名了解警告内情的人士话说 需要商务出国的国企人员应由公司查证他们所携带文件 仅将文件存在安全的优盘中 美中关系日益紧张的中心是加拿大应美国当局的要求 在去年12月1日逮捕了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这一逮捕行动引起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公司可能抵制的担忧 作为报复 中国拘押了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和商人斯帕费 指控他们涉嫌危害中国的国家安全 加拿大人谢伦伯格因贩毒日前被中国法院当庭判处死刑 在全球掀起轩然大波 请看后续相关报道 代理加拿大人谢伦伯格贩毒案的北京莫绍平律师事务所主任 律师莫绍平说 此案程序不当 当庭宣判死刑更是前所未见 这是莫绍平在1月15日接受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专访时表露出的观点 代理谢伦伯格的辩护人是莫绍平律所的张东硕律师 莫绍平说 这个审理本身我们作为辩护律师的角度讲 我们给他做无罪辩护 认为他本身控方指控的那些证据没有达到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的程度 所以就应该给他做出无罪判决 所以他没有采纳 声称他还有所谓新的犯罪事实 当然新的犯罪事实 我们作为辩护律师 认为他补充的起诉书 所谓新的犯罪事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但是他不补充起诉的话 他肯定也不能被判死刑 所以他补充的所谓新的犯罪事实 起码从辩护律师的角度来讲 是根本不存在的事情 所以他就是为了能从程序上发挥重审之后 加重甚至能判死刑 那么他适用的程序是采取又补充起诉书 谈及谢伦伯格的当庭反映 孟少平说 谢伦伯格始终没有认罪过 以前他没有认罪过 现在也没有认罪过 那个意思是他认为 他去大连就是为了旅游 对毒品根本就不清楚 所谓那个证人 后来出庭的那个证人许清 那倒是确实是真有可能参与犯罪了 但是当局还是把他当作一个证人 没有把他当作涉嫌犯罪的人 我们也一度怀疑 从辩护角度上讲 这是不是公安的特勤 但是公安出示证据说 说他不是公安的特勤 所以这个案子本身不是事实清楚 证据确凿 本身证据根本证实不了 谢伦伯格所谓实施的走私毒品的行为 郭少平指出 法院没有采取辩护律师的意见 判处了谢伦伯格的死刑 他还特别强调 按照以往的惯例 从来没有看到过开完庭当庭宣判死刑 通常宣判死刑应该是休庭之后 必庭之后 报审委会研究讨论决定 在择期宣判 这种开完庭当庭宣判死刑的 他们从来没有看到过 这是史无前列 对于各界普遍把此案件 跟孟晚舟案联系在一起 有政治操作的嫌疑 莫少平首先指出 谢伦伯格被关了四年多 才做了一审判决 判了15年 也是大连中院判的 关了四年多 迟迟没有做出判决 为什么 因为当时法院好像也认为证据并不是很充分 所以一直请示到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说可以定 然后判15年 莫少平说 通常来说上诉之后 二审对类似这种案子 二审法院通常不开庭 就书面审审就完了 然后突然间二审法庭说 开庭审理这个案子 这就很反常了 突然要开庭审理 审理之后又突然发回重审 发回重审之后 一天以后 大连检察院又把所谓补充起诉书送过来 移送法院 往法院发回重审 16天就开庭审理 并当庭宣判死刑 这些都很不正常 在采访期间 莫少平还就环球时报 对张东朔律师的采访报道予以澄清 他指出和张东朔律师核实过 一个是所谓环球时报没有正式采访他 只是在庭审休息他去卫生间的时候 在路上截住他说了几句 这不是一个正式采访 第二报道本身断章取义 不是张东朔律师的原话 所以张东朔律师说 会在适当的时候澄清这个事 莫少平重申 谢伦伯格肯定要上诉 现在不一定马上递交上诉状 因为他有10天的时间 可以在10天之内提出来 孟晚舟事件已经过去一个多月 其父任正非首次发声 称华为不会向中国政府泄密 请看报道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首次打破沉默 强调说如果中国政府要求华为提供顾客机密信息 华为会拒绝 星期二1月15日 在华为深圳总部举行的外国记者援州会上 任正非试图缓和西方国家认为 华为公司的设备是安全风险的担忧 这些担忧在影响着华为进入5G全球市场 再有记者提问 如果中国当局要求华为提供外国客户 或他们网络设备的机密信息 华为将如何回应时 任正非说 对这样的要求我们肯定会拒绝 任正非说 华为从来没有收到任何政府 要华为提供不当信息的任何要求 任正非说 我爱我的国家 我支持中国共产党 但不会做伤害世界的任何事 我个人的政治理念和华为的商业 营运没有紧密联系 任正非曾经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服役 任正非的军方背景 以及他同中国政府的关系 被西方国家认为 华为的设备可能有后门 被中国政府用来对西方国家 从事间谍活动 美国 澳大利亚 日本等国家 已经因华为设备构成安全风险 禁止使用华为某些技术 这是自任正非在女儿孟晚舟出世以来 首次公开表态 去年12月1日 华为全球首席财务官孟晚舟 在加拿大被捕 加拿大适应美国的引渡要求 采取的这一行动 美国指责华为违反制裁令 向伊朗出售美国的生产设备 孟晚舟在被关押一个多星期后 获得保释 目前等候引渡的法律程序 美国总统川普此前曾经表示 如果对中国达成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有帮助 我肯定会进行干预 川普指的是取消引渡孟晚舟到美国受审 任正非淡化华为在目前美中贸易摩擦中的角色 称在美中贸易摩擦中 华为只是个芝麻 不过与此同时 任正非称赞川普是个了不起的总统 敢大幅的减税 但是他指出 川普必须要善待企业和国家 他们才会愿意在美国投资 政府也才能征收足够的税款 任正非说 我想向美国传达的信息是合作共赢 在我们高科技行业 任何一个单独的公司或国家 都越来越不可能维系或支持世界的需要 任正非淡化一些国家 封锁华为5G进入他们国家 指出情况总是这样 你不可能跟每个人合作 我们将把重心放在服务那些欢迎华为的国家上 任正非说 华为目前在全球签署了30个建设5G网络的合同 尽管一些国家抵制华为 华为说2019年的收入将达到1250亿美元 华为2018年的收入为1000亿美元 任正非表示 华为将继续同世界各国政府保持接触 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华为 任正非说 华为是一家华为员工拥有的企业 他自己的股份仅占1.4% 根据彭博通讯社的估值 相当于20亿美元 今年70岁的华为创始人 任正非说 他很想他的女儿 这是任正非2015年以来 首次接受国外媒体的采访 日前有中国鹰派少将罗元出言 要在南海击沉美国航母 今天又有解放军中将宣称 武统台湾后要严惩台独战犯 引起反响 请看报道 中国时报报道指 中国解放军中将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原副院长何雷 在正式场合 中国国新办记者会上放言警告 一旦被迫武统台湾后将严惩台独战犯 台湾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 敦促解放军将领发言 必须三思而行 据中国时报报道 中国大陆解放军中将 中国解放军军事科学院 原副院长何雷此前声称 如果迫不得已武统台湾 极少数的台独分子将是必成的战犯 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表示 追溯台独罪行可以引用诸多不同法理 但若是其未曾主动下令发起武装冲突 或是在交战中只是采取非法交战手段 鲁莽就将其视为战犯 思维恐怕太过粗糙 共军将领发言需三思而行 报道说 何雷9日在中国国新办记者会上声称 将来我们一旦迫不得已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 极少数的台独分子也是必成的战犯 对此中华战略学会研究员张静 14日受访时指出 何雷发言后各方解读落差很大 但其发言显然是要为解放军发言人 吴谦所说以武巨统 只有死路一条的硬化降温 不过何雷发言内容确实有欠周延 张静表示其实大陆对台湾动武前提 早就明述于反分裂国家法第八条 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 任何方式造成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事实 或者发生将会导致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重大事变 或者和平统一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国家得采取非和平方式及其他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但何雷讲话中却完全回避提起此条法律 其实会让原本不信中国借此法条 宣示立场者更加怀疑 据张静表示 其次是将台独分子与战犯联系在一起 思维上也太过粗糙 在法律上也难自圆其说 台独所作所为诚然是违反国际条约 与列强所作承诺也必然会触发战端 但毕竟与发动战争所犯罪性不同 以战争罪名义是台独分子为战犯加以惩处 恐怕会引起争议 艺人伊能静近日出言惹祸 请看相关报道 伊能静近年少出现在荧光幕前 但在个人微博经营网络节目 米粒妈食堂获得不错回响 他昨天在微博post出来自印度的灵修课程 被网友直指是邪教 他虽然已经删除该篇文章 但伊能静麦克的关键字仍登上微博热搜 伊能静透露在十年前生命最混沌时 去印度见到了阿玛巴关老师 走上自我觉察的道路 而这次不需再赴印度 就能在最近的城市与老师相遇 并post出北京上海广州等各场次的时间 他强调与信仰无关 只是一段观看自己的旅程 也称自己上课仍需要付费 网友提醒 姐姐这属于传销 心灵课程传销 一节课上万的且都是避税的 也就是违法的 公众人物不该发布这种信息的 按照中国对邪教的定义 这个合一学院显然具有邪教组织特征 其在中国境内开展的任何活动都是违法的 伊能静该篇文章也引起中国反邪教协会的注意 协会微博表示 在很多人眼里 印度这个国家似乎从来不缺少大师 提个醒儿吧 伊能静现已删除微博 但并未对外做出回应 事实上伊能静并非首次分享此机构 他过去曾提到自己去印度合一大学上课 还拜访灵修圣地曙光村 还透露同学不乏知名人物 如曾主演美国影集神刀女超人的 林达卡特 奥巴马的幕僚等等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中国新闻 我是穆子 谢谢您的收看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来到这一时段的明镜电视中国新闻 我是徐卫林 一起先来看新闻题 中国涉嫌晶圆美国企业目的是取得波音公司的卫星机密 详细情况带您了解 还记得陕西千亿矿权案吗 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出席中纪委三中全会 备受关注 接着关注中共持续对边疆少数民族加强控制 西藏去年总共审结了58个人煽动分裂国家民族等等犯罪案件 除了少数民族 异议人士也受到打压 六四天网创办人黄奇被判拘禁两年 今天将于四川受审 另外89民运学者陈小雅被限制出境 中国正在加强边控吗 代购行业正在流行 只不过有在澳洲代购奶粉的华裔人士被骂恶心 一起来看 新闻台我们先来关心中国 中国近年积极发展科技 不过却屡屡被传出窃取外国的机密 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指出 中国政府涉嫌向一家与波音公司合作的新创企业 也就是全球IP来注资2亿美元 试图是要绕过美国的管制 取得敏感的卫星技术 即便波音已经取消了卫星订单 但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以及商务部正在调查 波音与全球IP的合约关系 综合媒体报导指出 中国国有企业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 被全球IP的创办人控告诈欺 指中国东方想要利用 挹注2亿美元的资金来取得全球IP的控制权 这件事情是要从2015年说起 全球IP的创办人之一贾维德 打算用卫星来改善非洲网络通讯 不过却在美国募资不顺 于是中国东方主动表达投资意愿 之后中国东方透过英属 维京群岛境外公司注资来规避美方管制 然而全球IP在2016年与波音签约前夕 中国东方的代表律师突然造访要求检视合约中的卫星设计 根据美国出口法规的规定 美国企业不准对中国出售卫星 贾维德等人决定拒绝并告对方 窃取企图获取卫星计划 波音随后也取消合约 但拒绝对调查以及合约细节做出回应 华尔街日报11日的报导指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已经向全球IP发信 要求公司保留跟波音与中国东方的合作文件 不过证交会的调查目前处于初步的阶段 不表示将对波音提告 有消息人士透露 美国商务部也在调查此案 美国官员以及国安专家担心 中国政府或军方可能将卫星用于太空 或者是透过逆向工程取得技术 另外来看陕西潜移矿权案的卷宗 在最高法院离奇失踪一案成为舆论的焦点 至于最高院的贼到底是谁呢 有猫头指向中共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而这次中纪委三中全会 周强也有出席备受关注 另外也有消息指出 上海市市长应勇即将调职北京 取代周强主政最高法院 中共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 在1月11号到13号在北京举行 人民日报的报导指出 这次会议是2019年中共七常委第一次出席 共同出席的大会 会议规格很高 规模也很大 而近期因为卷宗失踪案 备受外界关注的最高法院院长周强 也参加了会议 除此之外 中央政治局委员 书记处书记 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高层 国务委员 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 全国政协有关高层 以及中央军委委员也有出席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 新浪微博有网友贴文发出 上海市市长应勇即将调指北京取代周强 周强恐怕得为千亿矿权案来负责 日前中国知名主持人崔永元爆出一桩弊案 指最高法院早年裁决陕西千亿矿权案的上诉卷宗 离奇被盗 可能涉及司法内幕 事件曝光之后 当年负责承办的法官王林青表示 曾经向成姓的庭长 以及最高法院院长周强做出报告 但是对方没安排追查 崔永元的举报不仅引发高层的关注 也让当局急忙采取行动 最高法机关纪委后来已经公布启动调查程序 接着来关注中共政法系统持续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来加强控制 西藏高院前天公布报告说 2018年总共审劫山洞分立国家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案25个人 炒作涉民族案件总共有33个人 而相情之下官方却在去年年底召开表彰大会 表扬模范寺庙以及优秀的僧尼 一家是我们的报道 仅约有337万人的西藏自治区 布韩港澳是中国人口最少的省级行政区 便将少数民族持续遭到中共政法系统的严厉控制 根据中新网报道 西藏高院院长索达12日在自治区人大会议公布工作报告 报告指出2018年西藏共受理3万多起的各类案件 其中审劫了山洞分裂国家资助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活动等案件 共25件25人 还严厉打击及少数打着民族关系宗教旗号 恶意炒作涉民族因素敏感案事件等人员 审劫相关案件共32件33人 所答说这是为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依法治理民族事务促进民族团结 另外报告中也提到 去年审劫刑刑案件2524件3007人 审劫涉黑涉恶涉非法组织涉黄赌毒等案件268件360人 审劫一审职务犯罪案件49件55人 所答表示 西藏严厉打击刑事犯罪 从严惩治贪污腐败 开展扫黑除恶 打非制乱专项斗争 并强调西藏不断强化民生司法与民生改善的保障 相信之下西藏自治区官方却在2018年12月下旬召开表彰大会 表扬模范寺庙及优秀森尼 根据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委辖下的中国西藏网报导 当时西藏全境共有70座寺庙 7034名森尼 被授予遵循四条标准 真做先进森尼教育实践活动模范寺庙以及优秀森尼的称号 而所谓四条标准是指政治上靠得住 宗教上有造诣 平德上能服众 关键时能起作用 除了加强控制少数民族 中共对异议人士的打压也是日益显著 创办六四天网的四川人黄奇 被控涉嫌为境外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 以及泄露国家秘密罪 将在今天在四川绵羊市的中级法院受审 而多年为儿子奔波的黄母蒲文青 日前被抓捕至今是音讯全无 外界就认为在中共严厉打压维权人士之下 黄奇恐怕会被判重刑 现年55岁的黄奇 1999年创立六四天网 揭发地方贪腐 警方酷刑 以及不被中国媒体所允许的议题 因而遭到北京当局的封锁 2016年 他被依照涉嫌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给逮捕 被拘禁在四川绵羊看守所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 黄奇被拘留超过两年 今天绵羊中级法院开庭审理 但是由于涉及国家机密 预计庭审不会公开 此外黄奇的辩护律师刘正清 因为被吊桥执照 无法出庭辩护 另外一位律师李靖玲 则是拒绝透露相关消息 至于黄奇85岁的母亲蒲文青 则是从去年12月7号 在北京西站被国保带走之后 至今仍然是与外界失去联系 蒲文青曾经透露说 黄奇患有高血压 心脏病 慢性肾脏病 以及脑积水 因此他多次申请保外就义 但是都没有被获准 此外呢 蒲文青又指出 儿子在审讯期间 曾经受到殴打 以及长期战力等等 刑事的虐待 并且被迫承认受到指控的罪名 呼吁各个人权组织 国际社会都能够参与营救 好 中国当局对学术界的打压力道 持续收紧 现在又传出 有专门研究敏感议题的学者 被限制出境 《八九民运史》 这本书的作者陈小雅 1月11号准备出国旅游的时候 却被边防的海关给拦阻 他才知道自己已经被限制出境 相当震惊的他 也愤怒地发文质问当局 凭什么限制一个公民的人身自由呢 根据美国之音的报导指出 陈小雅的著作 都与高敏议题相关 包括六四事件 毛泽东以及西藏独立等等 引发北京当局的关切 陈小雅最为人所知的 莫过于她是第一部 《关于六四事件》的历史书籍 《八九民运史》的作者 后来她也因为政治观点 以及这本书的原因 被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给辞退 事实上 陈小雅并非第一位 遭到北京当局限制出境的学者 2018年11月初 中国自由派民间智库 北京天泽经济研究所的两位学者 也被中国当局禁止出境 他们本来要参加天泽所 和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合办的 在哈佛举行的 中国改革开放40年研讨会 对于这一连串的打压作为 美国之音也写道 中国当局眼里的有些离经叛道者 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 以及习近平执政初期都还可以出国 但是现在却比登天还难 显然中国正在加强边控 好继续来关心民生方面的消息 自从毒奶粉事件之后 中国家长想尽办法就是要买进口的奶粉 澳洲呢就是主要扫货点之一 也造成抢奶粉事件频传 甚至部分超市还要寄出限奶令来应对 但是最近呢 有一名在澳洲经营代购的华裔民众出面喊冤 表示有太多的人都是因为当地媒体报道过 过于偏颇呢才会误解他们 根据自由时报的报道指出 28岁澳洲华裔女子赵文博投诉 在进行代购工作的时候 被路过的澳洲民众斥责恶心 并且扬言要举发 赵文博认为这是澳洲传媒的偏见报道所致 不过他表示不会责怪因为当地人并不了解 华人的代购文化因此产生误解 他更是补充说 每年要向中国客户售出超过500万澳币的产品 算是为澳洲企业打开中国市场 而另一名在墨尔本做代购的妇女邹丽也说 由于媒体带风向 澳洲民众认为所有购买奶粉的亚洲顾客 都是为了赚取丰厚的利润 对此昆士兰科技大学商学院零售专家兼副教授莫提莫就表示 由于中国产品山寨问题严重 消费者多数抱持不信任的态度 再加上中产阶级越来越多 了解到澳洲产品必须经过严格的检验 品质比较有保证之后 才会使越来越多人帮中国代购 不过莫提莫并不认同赵文博提到代购 可为澳洲打开中国市场的说法 他表示产品要直接进入中国市场并没有这么容易 非常具有挑战性 来看看中国简报 就在美国与中国持续发生南海摩擦的同时 美国海军的最高军官 也就是作战部部长李察森 昨天抵达中国展开第二次的访问 中国方面则是由海军司令员沈金龙来接待 李察森在脸书上乐观的表示 期待与中方持续对话 寻求共同合作机会 根据美方的公开消息指出 目前正值两国紧张局势升级 尤其是中国的军事力量不断在南海扩张 美国海军则是以航行自由行动来应应 李察森此行的重点是进行降低风险的对话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上个星期突然反问中国 随后就传出习近平也计划回访 再加上今年适逢中韩建交70周年 因此极有可能重行 南华早报今天引述韩国国会的消息指出 针对习近平第一次以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 中朝双方已经达成共事 具体时间预估是在4月中旬的朝鲜太阳节 依照惯例当天会庆祝已故领导人金日成的生日 有消息人士就认为 平壤当局也会利用习近平的来访 想替金正恩宣传外交成就 公安部日前宣称中国是全球最安全的国家之一 因为从2012年到2017年 枪支犯罪足足减少了八成 但是却受到专家的强烈质疑 澳大利亚大学的巴肯教授认为 中国的数据主要是宣传功能 从上到下普遍存在造假问题 澳门大学的徐建军教授则是分析认为 犯罪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官员升迁 因此只有重大案件才会被向上承报 因此BBC的报导指出 中国把大部分的经费放在设置天眼上面 到处都有摄像头在监控 一旦路边发生口角喊打 警方很快就会到现场处理 所以事态不容易被扩大 根据人民法院报的报导指出 安徽省淮北市的法院 最近开庭审理一桩借贷纠纷 原本仅然有序的进行 但是在移交证务的时候 原告所带来的一小张借据 却凭空消失 法官看过监视器画面之后才发现 被告趁着大家不注意的时候 先是把借据偷偷藏在桌底下 然后整个人趴在桌上 用手挡住嘴巴吞下纸张 当庭吃掉证物的过程 大约只有10秒钟 因此法官先判处被告 司法拘留15天 共同社的报导指出 疑似与中国当局有关 代号为ART10的黑客组织 曾经在2016年攻击过日本大型商业组织 经济团体联合会 政要信息恐怕已经外泄 有专家就发现 这次攻击所使用的病毒以及服务器 都和过去在ART10案例当中 检测到的情况完全一致 去年美国司法部更是公布说 ART10受雇于中国官方 透过入侵其他国家的电脑系统 窃取知识产权以及各项的机密 当时包括日本在内许多国家 都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 谢谢您收看这一节的中国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人物 习近平说过 我个人有个习惯 就是不说则已 说了就要过问到底 否则说的话就是废话 不如不说 这次习近平和陕西地方诸侯 经过先后六次过问 再过问的角力后 目前已拿下前省委书记赵正勇 等四名高官暂时领先 一座秦岭山半部中国史 秦岭被称为中国的龙脉 针对秦岭北路西安境内 圈地建别墅问题 习近平先后六次批示指示 早在2014年5月 习近平就批示要求陕西省 关注秦岭伪建别墅 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赵正勇 为在省委常委会上 对此批示进行传达学习 也为进行专题研究 只是简单的批示 省委督察使会同 中共西安市委尽快查清 向中共中央报送材料 此时时任省长 楼勤俭也只是进行了圈阅 同年7月 西安市调查组上报称 伪建别墅已彻底查清 共计202栋 随后中共西安市委将202栋 的数据向中共陕西省委汇报 省委未做何时便于8月 直接向中央上报 同年10月 习近平再次做出批示 赵正勇在省委常委会上 紧提了原则性要求 要求西安市认真落实 然而不仅202栋别墅整而未至 之后秦陵北路仍然不断出现违规新建别墅达600余栋之多 2018年7月底开始 中共中央派出以中纪委副书记徐令义为组长的专项整治工作组都导陕西省全面整治秦陵尾建别墅共拆除整治1194栋 央视秦陵整治专题节目播出后 人民日报海外版旗下账号侠客岛在微博中称 在秦陵伟章别墅拆除问题上 现任省委书记 时任省领导 几任西安书记市长 甚至县长都出境做了检讨 但有一个人没有出境 那就是那位时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 时任省委秘书长刘晓燕在节目中 也把责任推给了时任陕西省委主要领导赵正勇 卸任陕西省委书记后 赵正勇很少在公开场合露面 实际上千亿矿产案当事人凯齐来法定代表人赵发起 早在2016年11月3日就实名举报 前后两任陕西省省长省委书记袁纯清和赵正勇 通过发密函影响最高人民法院 和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办案等手段操纵司法 干预案件执行 在央视秦陵整治专题节目中 共有13名在任离任和落马官员出境 除了中纪委两名在任领导外 其余11名结为陕西官员 上至现任省委书记 下至时任区县县县长 其中魏明州和鸿星张永巢 这三人为已落马官员 魏明州受贿1.0978亿元 已被判无期徒刑 何鸿星时任西安市秦岭办主任 曾任西安规划局局长 张永巢时任护县县县长 2018年11月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陕西省纪委监委对二人立案审查 何鸿星说拿了人家的钱 有的时候再去查处 好像心里面过意不去 已经走上犯罪的道路了 也就没有再去下决心做这件事情了 一个是没有管好 二是收人钱以后也放松了 张永巢说收了人家的钱 就要给人家办事 这就导致了心里明白 事情比较难执行下去 最后自己执行的时候就打了折扣 把权力和开发商的利益一旦结合 就把该给人民办事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大事情 搁到一边去了 两人同时提到收别人的钱 到底收了多少呢 有消息证实 何鸿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 1.4亿元 涉及51个秦岭北路项目 张永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 2930万元 涉及13个秦岭北路项目 还有一位没入境的田某生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金额1.1亿元 涉及18个秦岭北路项目 有关部门正在对这些线索进行核实 一旦核实无误 西安会有三名跟秦岭违建有关的官员落马 晋升贪腐议员俱乐部 受访中眼泪汪汪的张永巢据说进去以后变得多愁善感 爱动感情 更重要的是记性还特别好 目前已回忆起将近200名跟他有利益往来的人员名单 据统计 2014年2月19日陕西落马的首虎算起将近5年的时间里 包括孙清云、魏民州、冯新住在内 陕西已经有5名省部级官员落马 赵正永是第6个 已经落马的5名陕西省部级官员不全是因为秦岭违建 但正是因为秦岭违建 打翻了官场的潘多拉盒子 民间对陕西政坛地震也开始给予高度关注 赵正永1951年3月出生 安徽马鞍山人 1968年11月参加工作 1973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原中南矿野学院材料系毕业 中共中央党校研究生学历 中共第18届中央委员 曾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陕西省省长 第12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等职务 2001年6月 赵正永离开加强安徽 调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 省政法委书记 2005年1月起 还兼任陕西省副省长党组副书记 2010年6月 在袁纯青调山西省任之后 赵正永出任陕西省委副书记 陕西省代理省长 2011年1月出任省长职务 2012年11月 在中共十八大厂首次当选中央委员 次月十八日接任陕西省委书记 并不再担任省长职务 2013年1月起兼任陕西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2016年4月离开陕西 出任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此次赵正永落马有分析指出 当时和赵正永搭班的陕西省长县江苏省委书记 楼勤俭预计也将受到处分 更为关键的是 翻看赵正永简历 不难看出他主政陕西 是接的县中纪委书记赵乐际的班 秦令别墅问题冰冻三池 非一日之功 抓了赵正永会不会殃及赵乐际 并不好说 或许赵乐际在中纪委书记的任上 可以掌控案情 有效切割 能把大事化小 但查处当年自己主政过的地方高官的案件 是否有避嫌压力 避嫌会不会导致意外 都有待进一步观察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田野白话静瞧瞧 欢迎收看明镜人物 这是一句俄罗斯歌曲 中国著名剧作家白话 曾说过自己非常喜欢这句唱的氛围 在雾矮中 白话树闪着银色的围光 让人们确信他还站在那里 便足够 白话说他就像跃动的落叶桥木 有了默默的思索 在暴风雪中形容枯稿的思索 比在春光里茂密的宣泄要有力量的多 2019年1月15日凌晨2点15分 白话在上海去世 享受89岁 白话除了是一名电影剧作家 也是一位小说家 散文家和诗人 生于1930年的他 原名陈又华 是河南信阳市平桥区中山铺人 1942年春天与孪生兄弟叶南 原名陈佐华 一同考入横串中学 课外之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 从中学时期就开始学写诗歌 散文和小说 1946年便陆续发表作品 1947年他参加中原野战军 任宣传员 194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先后担任宣传干事 教育干事 以及诗俱乐部主任职务 1952年曾在十大元帅之一的军事指挥官贺龙身边工作 此后在昆明军区和总政治部创作室担任创作员 1955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 1958年被错化为右派 开除党籍军级 在上海八一电影机械厂当前工 1961年调上海海燕电影制片厂任编辑编剧 1964年调武汉军区话剧团任编剧 1979年平反恢复党籍 在武汉军区文化部工作 1985年转业到上海作家协会任副主席 直到1990年代退休 他的一生创作出许多作品 处女座之工之后还包括《边疆声音》等小说集 《金沙江的怀念》等抒情诗集 话剧《无王金歌月王剑》 《长诗从秋景到林昭》 以及《妈妈亚妈妈》 《爱凝固在心里》 《远方有个女儿国》等等 电影文学剧本则有《山剑林响马帮来》 《树光》 《今夜星光灿烂》 《苦恋》 《孔雀公主》 这些都已拍摄成电影 而最为人知晓的就是《苦恋》 《苦恋》是白话和彭宁在1979年和写的一部剧本 两岸各拍成了电影 中国版称为《太阳与人》 但在1980年内部放映时就遭到封杀 反观由王瞳指导的台湾版苦恋 票房成功并获得广大回响 甚至得到1982年的金马奖最佳摄影奖 苦恋的内容是描写一个叫林晨光的画家 其一生的遭遇 林晨光少年丧父 家境贫寒 但很有才华得到不少人的器重 然而在青年时代 被国民党抓壮丁 受到瑜伽姑娘绿娘搭救 两人陷入爱河 不过后来林晨光参加反饥饿 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遭到当局追捕 因而流亡海外 但在美国的发展也略有成就 有车有房 在举办个人画展时 更巧遇绿娘 两人结为夫妻 鱼们在国外拥有稳定的生活 直到1949年中共建政后 他怀着建设国家的热情 抛弃一切 一家三口返国 回国之后 林晨光努力融入新中国 但文革摧毁了他幸福的家 摧毁所有 他甚至还被暴力殴打 遍体鳞伤 后来他的女儿跟着男友要去国外 遭到林晨光的反对 女儿便在离开前 反问父亲说 您爱这个国家 苦苦地恋着这个国家 可这个国家爱您吗 林晨光无言以对 这样的内容 使得苦恋惹恼中国当局 在1981年时 党媒解放军报 看出一篇文章 公开点名作者及电影剧本 苦恋批评 多家媒体也跟进批判 文章内容提到 苦恋通过画家女儿之口 说出您爱国家 但这个国家爱您吗 的这句尖锐问话 才是这部作品的真实主题 并指苦恋里说到 放弃国外最现代化的生活 以及回到祖国就会好的 一切都会好的 所有这些 实际上成了对祖国的控诉和诅咒 是散布一种对祖国怀疑和怨恨的情绪 因此中国版的苦恋改编电影 《太阳与人》被禁播至今 以上是孙云山为您带来的明镜人物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明镜焦点 经过英国议会长达8天的激烈辩论 超过200场演讲 英国议会以432票对202票 否决了特雷沙美首相 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 被否决后 美的政府有三天实现 提出行动方案 面对前所未有的危机 未来有五种前景 一无协议 二重新谈判 三大选 四公投 五不信任投票 在202票赞成票上 保守党投了196票 工党投了三票 在432票反对票上 工党投了248票 保守党投了118票 美在投票结束后 发表声明指出 虽然议员们的反对声音得到彰显 但他们支持什么 却仍不清晰 他强调了两点 第一 政府的策略 并不是拖延时间 不是一直拖到3月29号 他一直认为 脱欧的最好方式 就是在手头上 有一个好的协议 并有条不紊的退出 而在过去两年内 他一直以这个原则 谈判协议 他会就接下来 采取什么措施 再发表声明 并且在周一之前 提出动议 第二 他对英国人民重申 民众两年半前投票决定脱欧 而他当即被选成首相 他表示 他相信履行这一决定 是他的责任所在 投票后 反对派工党领袖 杰里米·克尔滨提说 他提出了对美政府的 不信任投票动议 称美政府在此事上 展现出彻底无能的管理能力 理论上 这可能导致大选 但很少有分析师认为 他可以获得必要的选票 面对质疑声浪 美表示 即使克尔滨提出了 对政府不信任投票动议 他仍会继续追求 永续的英国退欧 民主联盟党 在最新发表的声明中 表示 他们会继续选择 相信政府和美 应该说 这一否决结果 并没有超出太多预期 政治观察家们说 由于美领导的保守党的许多议员 预计将加入反对派 投票反对这一协议 外界普遍预计 会不会通过协议草案 投票前 美首相呼吁 议员们投票支持 他的脱欧草案 否则的话 按他的话说 会出现让英国人民失望的风险 他早前曾多次表示 脱欧是英国人民的选择 政府应致力于实现这一目标 今天投票前 梅在议会 最后一次试图力挽狂澜 他表示 这份协议能让英国 夺回对法律边境的控制权 也能保障工作机会 今天的决定 事关下一代的未来 也在于完成民主的决定 他还说 举行第二次脱欧公投 是在推卸责任 且制造分歧 但梅的发言 多次被议员们的嘘声 呼喊声打断 议长贝尔考不得不出面 主持秩序 在梅致辞之前 工党党魁科宾发言表示 现在台面上的协议 并不符合人民的需求 他也表示 从政府自己的经济预测 也可以看出 这是一个坏协议 他表示 这个国家有太多人在挣扎糊口 而这份脱欧协议 无法解决这些问题 科宾表示 过去两年让人民不再相信这个政府可以达成协议 工党将会否决这项协议 工党认为 举行大选是对这个国家而言最好的结果 投票开始后 首先是由议会后座议员 他们通常不是英国内阁成员的议员提出修正案 而这些修正很可能会重塑协议草案 然后是全体议员对英国脱欧协议草案本身进行投票 这次投票原本计划于2018年年底举行 但因为英国朝野内部反对和分歧激烈 被推迟到了2019年1月15日 脱欧与否不只是英国和欧盟的事 比如说一盒欧洲巧克力的命运都将因此而改变 根据协议 加拿大对欧洲巧克力免关税 包括英国巧克力 脱欧后就不一样了 作为欧盟成员 英国与世界其他地方贸易遵循的是欧盟统一签订的协议 总共22项跟单个国家的双边协议 5项涉及多个国家的多边协议 这些协议覆盖52个国家 退出欧盟就意味着退出这27个贸易协议 与52个市场的贸易协定需要重新谈判 BBC的报道称 英国本身是个大市场 自带魅力 单独谈协议也可能更有利 这方面有五种模式可供参考 1.挪威模式 欧洲经济区成员完全参与欧洲单一市场 必须向欧盟交费 并遵循欧盟大部分法律 享受欧盟成员间的人员自由流动 但是挪威对单一市场的规则制定 没有发言权 2.瑞士模式 欧洲自由贸易联盟成员 但不是欧洲经济区成员 与欧盟签订双边经贸协议 覆盖部分 但不是全部贸易领域 也分担欧盟预算 但金额少于挪威 没有义务遵循欧盟法律 但必须实施欧盟的相关规则 以便开展贸易 双方人员自由流动 3.土耳其模式 与欧盟关税同盟 既向欧盟国家出口的工业产品 没有关税和配额限制 但必须对从欧盟以外的市场进口商品 征收欧盟统一的对外关税 土耳其不能自行规定 来自世界其他地方的进口商品关税 必须用欧盟的税率 而且对这些关税的设置 没有发言权 4.加拿大模式 加拿大与欧盟之间的综合性经济贸易协议 尚未生效 协议取消了绝大部分商品的关税 但食品和服务排除在外 并规定要证明出口欧洲的商品原产地 这个贸易协议涵盖了服务业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 对英国而言 这种模式无法为英国金融业提供 它现在在欧盟享受的地位和权益 5.新加坡和香港模式 城邦国家没有进出口关税 单边自由贸易 部分脱欧人士主张 英国采用新加坡或香港那种单边自由贸易政策 取消一切关税 只依靠世界贸易组织框架 没有关税 对英国的农业和制造业有巨大的负面影响 工党和左派阵营对此支持不会很多 另外还有个默认选项是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 WTO的规则适用于全体成员 不牵涉人员自由流动分摊预算 采纳欧盟法律等条件 不过进出口商品必须达到欧盟标准 需要支付欧盟的部分关税 服务进出口受限制 如果最后只能无协议脱欧 那么英国的贸易将遵循作为默认选项的WTO规则 这意味着英国和欧盟相互征收 跟其他国家同等的关税 实施同等的贸易限制 尽管英国闹得翻天 美国总统川普却出乎意外的平静 投票结果出来后几个小时 他的推特上静悄悄 似乎美首相面临的大挫折与否 和自己修墙的不爽相比 简直不值一提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加拿大籍男子谢伦伯格 14日遭到中国大连中级人民法院重审 改判死刑 不只引来国际关注 更引发外界质疑式政治判决 使得中加两国紧张关系再度升级 加拿大媒体多伦多太阳报评论 直接跑红中国 不跟随国际规矩 在孟晚舟事件发生以后 这个敏感时刻重审 改判处死刑 根本是有意恐吓加拿大 中国被质疑是因为华为事件 迁怒谢伦伯格 主要社报导也列出北京在转判死刑的过程当中 暴露了五大关键疑点 首先孟晚舟去年12月1日被逮捕以前 谢伦伯格已经在当年11月20日 被大连中院判处15年有期徒刑 当时审理并没有公开 也没有媒体关注 但在12月26日时 辽宁高院官方网站公告 12月29日将公开开庭审理案件 中国官媒天见网随后更预告 中国刑法对毒品犯罪毫不留情 从案件的预告到审理 大肆宣传 还邀请中外媒体到法院现场旁听 更对审判结果大篇幅报道 态度明显高调许多 再者这个案件从2014年12月 谢伦伯格被捕到一审判决 已经拖了四年之久 但2018年12月29日 检方在庭上宣称 正在查证的线索显示 被告非常有可能参与了 有组织的国际贩毒活动 因此从轻处罚明显不当 法官最后也采纳检方意见 也就是说大连检方在11月20日到12月29日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就搜集到新的线索 不免以人质疑 第三个疑点是根据法院通报 谢伦伯格是受到再逃主谋的人指派 和另一个人会合 并打算把毒品藏在轮胎内胎走私到澳洲 从案情内容来看 谢伦伯格是受到主谋指使的纵犯 毒品也没有运出中国 应该被视为犯罪未遂 但法院14号经过长达13小时的审理 最后逆转改判死刑 认定谢伦伯格火同他人 是犯罪已遂的主犯之一 再来是有关法律的疑点 中国刑事诉讼法庭有上诉不加刑的原则 也就是说被告如果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二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刑罚 就算是二审法院发回重审 一审法院也不能加刑 但谢伦伯格被改判死刑 明显违反这项原则 判决结果也引起中国法界哗然 最后一个关键一点 则和华为事件直接相关 根据美加引渡条约规定 美国必须在孟晚舟去年12月1日 被捕的60天内 向加拿大提出正式引渡要求 最后期限就在1月29日 而谢伦伯格的案件依法能提出上诉 预期他也一定会提出 外界质疑中国是把球丢回给加拿大 如果在谢伦伯格上诉期间 美方提出引渡要求 加拿大势必要仔细衡量 是否要冒着公民被判死刑的风险 把孟晚舟交给美国 换句话说 加拿大可能再度陷入两难局面 美国之音报道指出 自从孟晚舟事件以后 加拿大和北京的关系就已经降到冰点 中国不只逮捕境内多名加拿大公民 更把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改判为死刑定验 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律教授克拉克就分析 北京很少对这类案件重审 重审之后加重判刑的情况更是罕见 因此这次事件纯粹就是政治操作 和被告是否有罪 量刑是否过轻 都毫无关系 华为事件原本是中美两国的纠纷 加拿大却从夹心饼干 到直接与北京对立 自己国家公民 皆二连三被牵连 加拿大也在谢伦伯格被改判死刑以后 修订对中国的旅游警示 警告到中国的公民 要注意中国当局任意执法的风险 而现在无论谢伦伯格上诉 能不能翻案 和孟晚舟即将被引渡美国又有何关联 这起事件已经在不实施死刑的加拿大 掀起轩然大波 更让早已紧张的中加关系 瞬间坠入冰点 以上是陈友嘉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欢迎收看明镜焦点 年销售额达百亿人民币的保健品直销企业 全建被揭发丑闻以后 引发连锁效应 现在另一个吸睛巨兽 河北华林集团也因为涉嫌虚假宣传而被调查 更令人关注的是 这家号称给人体通电就能调解人体酸解平衡的公司 一年业绩在短时间内就冲上39亿元人民币 遭到投诉的数量比全建还超出一倍以上 位在直销投诉榜的第一名 根据北京青年报工商资料显示 河北华林集团成立于2002年 是华林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 以酸解平衡为宣传口号 产品包括按摩油 按摩膏 护手霜 面膜等等 但最主要是推广一款叫做酸解瓶DDS 美容养生按摩器的电疗设备 号称产品能够帮人体通电调节酸解平衡 治疗颈椎腰椎 而在华林集团的对外宣传当中 这款按摩器在2016年通过美国FCC及加拿大IC认证 但在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上 查不到这项产品的任何信息 更重要的是酸解平衡理论实际上已经被认定市场骗局 美国酸解理论之父罗伯特欧阳 2018年11月2日被美国法庭判处赔偿1.05亿美元 并当庭承认这个理论就是个骗局 根据香港联邻新闻 华林集团虽然有直销牌照 但只限于8款酸解品牌的化妆品 美容养生按摩器并不是货批的直销产品 但有业内人士透露 在直销牌照的掩护之下 贩售不在目录上的产品 一直都是直销行业公开的秘密 可恶的是表面上是卖医疗产品 但实际上却是利用传销手法赚人钱财 报道指出顾客最低只要花1.25万元人民币 买华林的产品就能成为会员 而花越多钱级别就会越高 如果要成为A级会员 要买按摩器和按摩药水 并交5万元人民币的会费 入会以后就能学习相关技术 而赚钱最快的方法 就是所谓的拉人头发展下线 每介绍一个新会员 就有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的提成 根据直销道道网数据 河北瓦林在2016年 也就是刚拿到直销牌照的第二年 业绩就做到了36亿元 在全中国数百家直销企业中排名第13 到了2017年数字更在增加到了39亿元人民币 不过赚得多争议也大 2018年4月中国国家工商总局 反垄断与反部正当竞争执法局 向直销企业通报了2017年直销投诉情况 河北华林以33件投诉位居榜首 还比第二名的全件16件投诉 整整超出一倍 根据环球网报道 在商务部公众留言信息中 不少消费者投诉 河北华林夸大宣传 坑害消费者大搞虚假传销 并大力宣传已经被认定是骗局的酸碱理论 进而推广产品 值得注意的是 华林主打的酸碱瓶美容按摩器 还曾卷入一桩命案诉讼 根据法院当时的判决 有名王姓直销业者 在2017年5月 向张姓顾客推销按摩器 张姓顾客当时买了三台 但在使用过程中意外身亡 经过天津市公安局的死因鉴定 认定是电极死亡 当时法院也曾对按摩器进行质量鉴定 发现里面的按摩垫存在带电电压偏高 泄漏电流偏大的问题 并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 虚假宣传以外 报道同时指出 河北华林在2016年因为逃税 而被有关部门罚了23多万元 种种问题爆出以后 立刻引起官方以及社会关注 该公司在河南商丘的总部之一 已经在1月11日被当地相关部门查封 执法人员表示 联合调查组织目前已经进驻企业 误导消费者反映有关部门监督不利 而随着造假事件 接二连三被踢爆 从全舰再到河北华林 恐怕还只是冰山一角 以上是陈游佳为您带来的明镜焦点 感谢收看明镜电视 明镜电视